每一次都是去到這些位置,就會提終止文件 而當中提的很多都是可能一些財務的問題 我認為就可以透過繼續問 而是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和得到更多的資料 若果不繼續問,可能政府那方面提供資料 也未必提交得那麼清楚給你們 即使你說今天我們這裡,它不夠資料 或者你問它,可能答不到你 我們還有財委會可以繼續去問 我相信今天問的問題,在財委會很多時都會重複出現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通常就一中止這份文件 接著就後面那些議程才可以上來 他們永遠都是這樣說的 正常的議事程序,其實我們後面排隊那些 基本上是可以排得到上來 如果按照一個正常的程序 若果要拖,基本上你怎樣提交文件 都是無法去過的 即是可能過了今次的中止文件之後 他可能就會提休會 那麼這一個問題,其實過去幾年都不斷發生 在今次我們公務小組後面排隊的 其實有很多,包括下一行 就是我們荃灣的漢櫃折留器問題 甚至後面還有一些上波地區 即是起一些升降機的問題 本身呢,今年是可以去拿錢去興建的 那麼現在呢,看來,現在已經季尾 那麼連公務委員會都未過到 那麼財委會更加不可能 那麼有可能會遲一兩年才去興建的 但是他說那裡有幾棵樹,他可能真的沒有數 這樣可能是他準備文件上面也都沒有辦法 準備得那麼足夠 那麼不如大家可以提早些問上來 讓他們可以及早準備 但是如果要在這裡,次次上來都要終止文件 我覺得就真的非常之浪費我們要的時間 謝謝